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向學長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兩顆燈來佈置你的光線 讓你的影片變得更有質感 或是有一點戲劇感 有一點光影對比的感覺 學長大概在一個多月前吧 就是收到一個高雲同學的 因為他知道我有在做影片的製作 或者說就是有在外面做接案 所以他就很好奇說 他自己有這個興趣 想要自己錄製自己的音樂 不管是畫面也好 或者是以後可以進階到做MV的這個方式 然後所以他就問我說 如果像那種簡單的Cover影片 就是可能就在窗邊 或是在自己家裡拍攝的時候 就要注意哪些細節 然後問我可不可以提供他一些 器材上的建議或者使用的方法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今天就使用兩盞的平板燈 使用兩盞平板燈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為平板燈 比較單純簡單 然後好攜帶 然後配件也比較單純 不會說你要像聚光燈 你要一個一個不同的轉接 不同的方式 又有不同的用法 那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可能是會有一點點困難 或者不好理解 或者不知道什麼運用時機 所以今天我就使用了 愛圖式的兩盞燈來做介紹 那分別是愛圖式的P60C跟P60X 那之所以選用這兩盞 當然一個是因為他們方便 體積小 好攜帶 那之後也是因為我要借這個朋友 使用這兩盞燈 讓他去製作他所要製作的影片 今天就用這兩盞燈來做示範 如果從很基本的 從新手來說可以輕易的 將你的畫面質感 稍微的往上提升一個層次 每到一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要先來觀察說 這個環境現在現有的光線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把它全部關掉 看一下原本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沒有打算的狀況下 它跟一般人的家裡的樣子 可能也會有點相近 尤其是這是很傳統的房子 它就是一顆燈 在我的頭頂正上方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後面光線平平的還有點偏暗 然後重點是我的人臉 我的人臉 是不是戴個帽子 就完全沒救了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讓畫面有質感 又要讓人臉可以突出 但最簡單的方式 買一個直播燈放在前面 那個眼神就會變一個圓圈 有點太可愛了 那如果我們是想要紀錄生活 想要平時依一些些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簡單的曝光方式 好 我現在連場燈都關掉 你看一下說現場原本的光線是什麼 好我現在坐下來了 是不是幾乎看不到我 有一個光線 這個光線是什麼 這個光線其實就是大家很常會忽略的問題 好我等一下用GoPro的畫面補足給你們看說 它的光從哪裡來 因為我現在在的地方是我們的辦公區 就是原本是客廳的地方 客廳的話 對外通常都會有一面大面的窗光 窗光進來的光線其實都非常柔和非常漂亮 剛才提到的窗光就是我們 大家其實第一個直接就是覺得 我們在窗戶旁邊的時候 看到這個光線變化的時候 就覺得外面的窗光好漂亮 進來的光 哇還有一些影子而且好柔和 所以很多人就喜歡像是在咖啡廳 為什麼就喜歡在窗戶旁邊拍照 對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可是對於拍照來說 你只要掌握內瞬間的光線 對於影片來說其實 框光是有一種既期待 又害怕受傷害的一個心態去面對它 為什麼 因為光從早到晚會有一個光線的變化 就亮出你從星辰到日正當中到夕陽 顏色也不一樣 亮度也不一樣 方向也不一樣 所以在我們錄製影片 如果是長的時間的狀況下的話 窗光就會變成是我們一個可能不可控的因素 那最害怕就是那種 一下陰天 一下晴天 一下雨 拍外景最好遇到這種事情 但因為我們在室內的話 我們就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解決這樣的狀況 例如說我們想要有一點點透過窗光去補足我們環境的空間的時候 但是我們又害怕窗光會影響到我們人臉明暗對比的話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人物的位置或是方向稍微遠離一點點窗戶 或是稍微做個側身 像外面進來的這些柔光是灑在我們的側邊或後方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避免說窗光對我們的人臉影響太大 所以它一亮一暗一變色的時候 我們就會哇這個畫面就完蛋了 這個畫面可能不能用 就好像不同天拍的 尖學長在拍的時候 就是稍微把我們的位置往裡面移過來 那當然是因為希望可以更能夠呈現說 從沒有燈到有燈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回到正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開始遇到一個場景的時候 我們要先確認一下這邊的光線有什麼 像我確認過這邊的尖的窗光很暗 沒有什麼光線打進來很簡單的 室內燈都比外面亮很多 所以我們不會感受到太明顯的干擾 因為如果它覺得它是干擾的話 我們就要拿黑布或者再遠一點 就是把它避開避開這樣的干擾 才不會造成說我們在畫面的時候一直給我影響 那一台車過去的時候可能反光閃電話 我就白了 好接著我要再介紹說 我現在使用了兩兩兩燈分別是怎麼樣放的位置 通常我們會先決定說我們的主光 我現在把燈先關掉 好現在我們的主光當然是來自於頭頂上 可是因為我拍攝的影片是希望讓我自己本身 可以有足夠的亮度也好 或者說吸引觀眾 通常我們在一個畫面中比較亮的 或者說佔了亮的大部分的東西 我們會比較容易眼球第一眼去吸引住 那因為我們今天拍攝的就很重點就是人嘛 所以那我當然是要把我的人先打亮 好所以我現在來在我的左前方放了一顆燈 所以我現在把我的燈打亮 好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是不是看起來很明顯了 我幾乎是整個畫面中最亮的主體 我在畫面中比較容易被發現 我在動的過程中也比較容易被看到 大家不會說一直很分心的去看其他東西 當然後面有點亂所以可能會分心 但是那個就是另外的事情 那是美術的事情 好再來 因為我們現在燈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我的左臉明顯的很亮 右臉明顯的偏暗了一點點 如果在看其他的影片教學的話 一定會看到說可能會加反光板 或者加其他的燈去補足暗面的這個方向 對但是因為今天我想要呈現的是比較明顯的光影對比 所以這是一顆燈的感覺 但是呢 我如果再補上第二顆燈的時候 應該放在哪一個位置 非常習慣通常會放在我們的臉部的側後方 我現在像我燈是大概放在我右手邊的這個位置 然後那我試著一點點的把它打開 那你們來看一下我現在臉上的光的差別 好我打開囉 開 好再開關一次喔 來關 開 特寫放到我的臉的時候 是不是 看到我的這邊 我的臉的輪廓 多了一條淡淡的補光 這會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是可以讓暗部多了一點點細節之外 可以在輪廓上 讓我跟我的背景 稍微有一點點分開來 不會說就是前面的主體跟後面的亮度差不多 所以就會看起來好像畫面很平 沒有什麼層次 沒有前後的感覺 就是沒有縱層沒有前後的感覺 在攝影像如果 你很常拍的東西就是 就是拍統一面牆 沒有距離太遠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光線 稍微的去做一些前後對比 前亮後暗 當然也可以相反過來 如果你逆光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前按後亮 增加這個空間的距離感 我們通常在面對到一個環境要進行下燈的時候 我們所謂是燈光師要下燈的時候 第一個點就是我們要先觀察環境 有沒有窗光 有沒有環境的光 我們自己有什麼燈 通常在可能只有一顆燈 兩個燈的狀況下 但是又不想要變得很像戲劇感 像SPA-LINE這樣直接照過來 後面都是按的那種方式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會 必須得借用現場原本的長燈 所謂長燈就是場景 原本就有打開的燈 或者可以使用的燈 我們在拍比較偏向生活紀錄的影片 我們對這些專業的光線要求 那麼高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新手入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多利用原本現場的光線 看清楚現場的光線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來放上我們的主光 我們的補光或者輪廓光 然後我們去做簡單的曝光 這邊主要就是提供大家一個 最簡單最入門的流程 去讓你的畫面的質感 往上一個層次 好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所謂在判斷一個現場光 跟我們想要感覺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的其實是 所謂的光筆 所謂的光筆呢 就是我們要抓我們不同光的亮度的比例 或是顏色 找到我們覺得最協調也好 或是最接近我們想要的風格感 或者戲劇感 或者我們想要呈現的畫面的內容 所以我們要很精準的去掌握 我們想要的光筆的感覺 好像我現在喔 如果把光筆調成 兩面一比一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好現在是我接近調成亮度接近的狀況的時候 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是不是你要的感覺 我不確定 那總之不是我要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身體太亮了 好轉過去有沒有大熊 啊 可能更亮啦 大熊可能更亮 像這樣一百拍子照我 啊 好這個應該不是你要的感覺 因為像學長也是這樣 從一點一點的去微調 微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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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直到我剛才設定的是3% 對從100到3% 那是不是中間很大的空間去做調整 就是所謂你在拍攝的時候要去掌握的就是光線的比例 為什麼學長今天不使用窗光的概念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掌握窗光的比例 因為太陽就在外面 然後我們沒有去做任何的遮光 或是說幫太陽幫我上一張柔光子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幫太陽上ND 或是上什麼淺光的方式對不對 很難掌控狀況下的話 那它就可能反而會變成一個干擾物 就很像我們去如果燈光失去現場 發現現場的環境光 哇 很糟 顏色不是我們要的 很橘 很紫 很綠 可是我們可能就會說 欸來幫我把長燈關掉 我們把長年燈全部關掉 然後全部自己做setting 所以我們自己帶去的燈具 就是我們可以操控 可以調整亮度顏色的燈 我們就可以比較能夠掌握到 我們能夠想要的感覺 現在這個基礎的光線 左前方有一個燈 跟側邊側後方有一顆燈 也是學長很常使用 覺得非常實用的一個光線的曝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更戲劇感的方式 好所以我現在要來移動燈 現在所謂使用的光線 反派角色出現 或者 這個角色黑化的時候 很常會使用類似像這樣的 這樣的光線 就是所謂的夾光 但因為我現在前面的牆壁其實是白色的 所以很 比較難呈現說 我真的中間是全暗的那種狀況 所以是提供一個 不同的感覺給大家 然後因為其實很多人喜歡堅硬的感覺 就是堅硬的感覺 會讓人家覺得說 會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想像說 哇 這個人如果清楚的時候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也是兩盞燈可以製作的方式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當然如果 你想要再更乾淨一點 像我也可以把旁邊的燈關掉 好 那就會只有呈現單邊的方式 好 單邊的方式 夢 你就會更呈現出一種很乾淨很輪廓的感覺 好 這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兩盞燈其實你就可以玩出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像現在大家很流行的 有可能是打霓虹燈 好 像是我把燈再調整一下 我把它變成兩盞燈直接做平行 平行的時候就可以連背景都打到 然後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霓虹的感覺 我已經開始感覺到 顏色有點不太對勁 好 因為我使用的是P60C跟P60X P60C本身是RGB燈 可是P60X本身是只有雙色溫 所以我現在簡單是用橘色跟藍色做對比 當然你也可以橘色對紅色 橘色對Anyway 就是任何顏色 因為你RGB可以隨便調 那如果你有比較專業的話 你可能有兩個都是RGB燈 就可以玩出很多顏色上的變化 好 大家可以現在看 中間是暗部 因為兩盞燈在側邊照過來的感覺 會是這樣 當然現在的光筆沒有說很仔細去抓 我們就只是提供一個參考給大家看說 這個樣可以呈現說怎麼樣的感覺 尤其像很Chill的MV 我們可能就會用很多彩色的燈 或者比較戲劇感一些的場景 下雨天 然後下雨天 路燈就突然就變成藍色了 明明就沒有路燈是藍的 可是 我們就故意把它變成有點藍藍的 那種暗暗的一個場景 然後再配上一個菊光 或者藍色的車燈 被菊光昏暗的一個路燈 打下來 把藍色的車燈照過來 手電筒照過來 是誰 是我 是學長 好我們先回到原本的光線 好今天主要教大家兩種簡單的曝光方式 就是第一種前方側前方有一個燈打亮 側邊補一個輪廓光 側後方補一個輪廓光 第二種 第二種就是把燈移到你的身體的側後方 或者甚至是後方 所以打出一個逆光的感覺 逆光的感覺的話 前面的輪廓不明顯 或者說你從側邊打過來 剩下一點點輪廓 你看不到臉部的細節的時候 就增加遐想 增加一些戲劇張力 那這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兩種比較極端的方式 一種是日常紀錄的方式 另一種有點像是剪影的感覺 就可以去簡單讓你的畫面 有一種不同的質感不同的層次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因為學長當然不是很仔細的去打光 因為我今天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自己還要坐在這個位置上 那也希望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要知道的 不管是燈光知識 曝光技術 或者其他的內容 因為講的沒有非常詳細 所以如果有任何疑問 或者說想要幫學長補充的 歡迎直接在留言區幫我做補充 也可以讓我知道 那我可能會再做更多集的影片 來做簡單的教學 或者說我們來做討論 對也都是很不錯的方式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麻煩大家幫我點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學長 我們下次見 掰掰